小心点 有点滑 听着 有发现 上面有脚印 但是昨晚下的大雨 照里应该不会有脚印 是啊 李晴 是啊 难怪脚印一直留到现在 这个很有可能是凶手的人 是啊 那我就先回去了 面试报告稍后再给你们的 这儿住宅很密 人员挺多的 到处都是摄像头 作案条件不是很便利 尸体很快会被发现的 郑队 周队 我们俩看了一圈 可能昨天半夜的雨太大了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 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生气 这好 你们俩跟着民警走 风筝就问 分着夫妻一遍 嗯 走吧 她为什么要在这儿 我太自信了 毫无顾忌啊 我再给刘延打了电话 来 打住 林头 这个电话你还别打了 等我们回去汇报完以后 听听领导的意思吧 怎么了 案子跟刘延有什么关系啊 跟刘延没什么关系 不过跟她男朋友有些关系 她男朋友 小秋好像跟我说过 好像被什么人陷害了是吧 没错 就是案发现场的那个死者 什么 这三具尸体都被电击枪打破 我仔细检查了伤口 发现这个皮肤的灼伤程度 几乎是一样的 这说明应该是用同一种电击枪 以及同一幅度的电压造成的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王局 好 我和周雅马上过去 周队长 王局让咱们去他的办公室 董事小倩 你们分头到技术队 还有徐米莲那儿了解一下情况 停车掌毒气 公测重击 林英道勒死 局里 现在对这几起案件的增破 非常重视 我叫你们二位来 就想听听你们有什么想法 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案发地点 不同的作案手法 毫无关联的受害人 这看起来所有的不同 但是我们一直在寻找 他们的共同之处 这个案子让我想起了二零零六年 美国洛杉矶发生的一起凶杀案 四个被害人在短时间内被人给杀害了 而且他们死在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作案手法 四个人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关联 经过美国警方的侦破以后才发现 凶手居然是同一个人 这个案子以前我们学习过 美国警方就是通过一些细微的证据 找到了案子的共同点 我刚才去了计贞大队 陆科长跟我说了 三个死者 都是被电击枪给袭击的 而且 从伤口的痕迹显示 使用的是同一种型号的电击枪 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电压 是 王局 那您的意思是 我现在还不敢确定 因为此案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 我找你们来 就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王局是这样 这个案子有点意思 三个受害人都是被这种电击枪击晕之后 然后被查害了 但是 所有的犯罪嫌疑都有完美的 不在场的证明 据我们现在所有掌握的证据 三个受害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 所以他们几乎不可能拥有同一个仇人 就算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仇人 怎么会那么巧 偏偏被同一种方法杀死 或者是 被同一个凶手所杀害 你 林凯王局 不拥杀人是为了钱 但我们查了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银行账 没有发现资金上的网害 所以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 凶手他为什么要杀人 目前我们正在查 很好 看来你们已经思考过了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 你们一定要立刻侦破此案 将凶手之一大规案 是 是 是 一会怎么跟陈队说 说什么呢 林绍方打崔洪如的事 照直的说呀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还不 结果出来了吗 陆姐说了 还需要一段时间 等化验报告出来之后 会直接通知我们的 那就是游戏 是不是 计真处这边 这两天有骨枪 每天二十四小时 真希望凶手也可以好好休息休息 没事吧 林童 习惯就好了 嗯 看来得重新整理思路了 是啊 摇驳报告 不是 您要没有意见 您要 frå 您要 Dakra 我怎么说 你会想怎么办 他怎么办 那就排队你 你不能不再贴 我也要 一定会想在 产生关系 的经验 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的十点到十点之间 死亡原因是被勒死的 在他这个脖子上有被垫击 脖伤的痕 身上有多处被殴打导致的伤痕 根据我们这个徐法医提供的资料 这些伤痕应该是在他死亡之前两三天 到六点 您从在案发现场里说你见过死者 什么情况 我是在前天晚上见过死者 当时他正在被殴打 身上的伤痕应该是那个时候造成的 谁打的他 我好朋友的男朋友 叫林尚峰 他和崔洪如在一个研究所工作 当时他说崔洪如剽窃了他的研究成果 要去找崔洪如理论 结果两个人就起了争执 是我和吴克把他拉走了 没特定吧 这个事当时我在场 当时这个林尚峰只是殴打的那个 是殴打 只是殴打 只是殴打 那你觉得林尚峰恨崔洪如吗 是这样的 前两天林尚峰的父亲死于这个心脏病了 当时呢他就认为是崔洪如直接导致他父亲死亡的运营 所以他肯定对他恨什么 林尚峰 你的小人 你不打 你要负责的你 林尚峰 你打我 你要负责的你 我法律奈何不能打 你自己成为官 有没有可能是林尚峰杀了崔洪如 不会的 崔洪如被害的时间是昨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那个时间我和吴克正好在林尚峰的家里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又是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据 小谦忠诚 你们去查一下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 是 是 只好小谦 去查一下崔洪如的背景资料 真想不到 崔教授会出这样的事 本来他下周就要去美国的 这事呢我们也表示很遗憾 所以我们今天来呢 就是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尽早不还 那崔教授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或者有什么仇人呢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 要说平常在工作中有些小摩擦 那个是难免的 不过都是些小事不至于杀人哪 对了 崔教授最近跟一个同事在工作上 有些不愉快 那个同事还打过他 打架的那天你们也在啊 叫林绍峰 对对对 那天晚上那个拉架的是你吧 对 是我 林绍峰呢 他不在了被开除了 为什么 听说崔教授 小院里打了个小报告 所以林绍峰就被开除了 什么时候 昨天早上 昨天早上 我说了 林绍峰 说说你的想法 我记得刘延说过 林绍峰啊 特别看重他现在做的人的事 可以说是当做生命的人 你说他昨天上午被研究所开除了 当天晚上就找咱们去他家里吃饭 又说又笑的 你说这说得过去啊 那会不会是因为工作没有了 所以他想重新开始 找朋友们聚一聚 那刘延呢 你的朋友刘延也表现很平静啊 什么事都没有 当然了 他也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那话说回来 那个林绍峰呢 他不可能不知道吧 烦死了 我现在脑子乱七八糟的 林绍峰是最有杀崔洪如动机的人 可是他却偏偏有最完美的不在场证据 怎么办啊 林绍 你现在抛开所有感情色彩 你现在跟这个林绍峰毫无关系啊 他现在就是一个 很有杀人动机 但却没有现场证明的犯罪嫌疑人 你怎么办 调查 对 可是他不在场的时间证人 就是咱们俩啊 咱们先找到林绍峰再说 说不定从他那儿可以知道 崔洪如还有其他的什么仇人呢 好 是 你看到这些人 人生病 是 请你 不好意思啊 下班换衣服耽搁了一下 找我什么事 我们想找一下林绍风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绍风 他上班呢 找他干嘛 上班啊 绍风被开除了 开除 不可疑吧 他怎么没告诉过我呀 柳妍 林少峰最近有没有问你借钱 会让你做什么 什么事情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哎 林润 林润是这样的 我和林润刚才给少峰打电话 一直就打不通 所以我们过来找你 想问问去 少峰在哪儿呢 打不通 对不起 您拂打的电话 但是不再不过去 林润 你就告诉我吧 到底找少峰干什么 哎呀 小彤 那连我还蛮呀 是不是少峰出事了 他 他又去找崔教授了 那他是不是又打人了 对不对 林润 哎呀 你快告诉我呀 林润 你先别紧张 我们找少峰 就是了解一下情况的 你少敷衍我吧 他要是没犯错 你们干吗找他呀 林润 你刚才说的这个崔教授 我昨天晚上死了 最近的这个少峰跟崔教授 有点过激 这你也知道 其实我们 就是按照程序 把少峰请回去问一问 崔教授死了 你们不是怀疑是少峰杀的吧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你们一定要相信少峰 我们绝对不会是他干的 真的 刘言 你先别慌 我们知道 肯定不是少峰干的 崔教授死的时间 当时林少峰 正好跟我和吴克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给他 做时间证人的 对啊 那天咱们不是在一起吗 那你们干吗还找他呀 你放心吧 我们就是寻定的问一问而已 萧桐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怎么可能瞒你呢 不过说心里话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这心里 还真是挺担心少峰的 刘言 少峰 你怎么来了 干得吃饭哪 你们也在 我们刚才给你打电话 你的手机打不通 是吗 没电了 我都不知道 少峰 你是不是被单位开除了 是啊 我正准备跟刘言说这个事呢 不 你干吗不早告诉我呀 怕你担心嘛 所以没跟你说 不 崔教授死了 你知道吗 什么 崔教授死了 我们想找你回去问一问 了解一下情况 你们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 你也不用想太多 因为最近呢 你跟崔教授有点过节 之前你又把他打了 这可我临头也看到了 我俩现在呢 就是按照程序 请你回去问一问 没问题 少峰 别担心 会有事的 一会儿就回来 那请你配合我吧 刘言 你放心吧 没事吧 你怕带吗 什么也不怕 什么也不怕 你认识随风人吗 对 他是我研究院的老师 你从事都知道 听说你打过他 是 不过 当时他没事 你从事也都看见了 他死了 我听说了 你同事都跟我讲过了 他是昨天晚上死的 昨天晚上 我待在自己家里 然后你的两个同事也在我家 就是吴克和林彤 我信你去问他们 这都问完了 陈队问的这些 我们不都已经告诉过他了吗 他为什么还要再问一遍啊 陈队 会有他的安排 走吧 去开会 好 陈队 陈队 你把林绍峰叫过来 但是什么都不问他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呀 问他没关系 你刚才看我审他了吧 看过了 我一共问他四个问题 可他每次都在提你和吴克 他很自信 因为他知道 他有完美的证人 就是你们两个 没错 队长 那对完美的证人 就是我和林彤 是啊 崔洪如在临死之前 和林绍峰发生激烈的冲突 甚至还动了手 但是崔洪如在死的时候 林绍峰一点都不紧张 说明他有充分的把握 自己和这件事情有关系的 可是他确实是不在场啊 我和吴克都可以证明的 林彤 我们可从来没有向媒体 透露过崔洪如的 具体死亡事件 可是林绍峰 为什么总是强调 你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没错啊 我和林彤啊 就没向那个林绍峰 透露过这个死亡事件 对吧 这就对了 说明林绍峰相当地清楚 在崔洪如死的时候 他跟你们在一起 这么说 这件事真的跟林绍峰有关系 不一定 我们有证据的 不一定 不一定 你说邪了门了 这三个案件 所有嫌疑 都有不在场 而且都非常充分 那是 奇怪吧 对啊 你说这么短的时间 已经死了三多人 是什么样的人 能在这起案件中 这么完美地逃脱 打一报告出来了 嗯 看看 通过对三具尸体的进一步详解 可以确定 凶手不是同一人 至少杀冯雁平和崔洪如的 不是同一人 队长啊 那个 陆姐的报告出来吧 从冯雁平多数伤痕的印记 可以推断出 这个凶手是一个力气很小的人 可是从崔洪如 他脖子上的淤青可以看出 勒死他的是一个力气相当大的人 是啊 在崔洪如的死亡现场 还发现了一个被采过的饮料盒 上面有一部分脚印 如果这个脚印是凶手留下的 那么他的体重应该在七十五公斤左右 从路况监控视频看 杀害冯雁平的凶手 身材瘦弱 我们查过冯雁平的 那辆车的驾驶座 如果说最后一个开车的人 就是凶手的话 那么凶手的身高 不会超过印记 靠谱 那可不可以说是 杀死冯雁平的是一个女的 但是杀死崔洪如的 应该是个男的 嗯 在发现公厕尸体的时候 忠诚不肯进女厕所 你就已经注意到这个细节 所以你就已经判断出来 凶手有可能是一个女的 这是一种人们 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 男人上男厕所 女人上女厕所 队长 崔洪如案发现场 脚印的幻影报告出来了 纸盒上面 黑色的屋子是吱清 队长 目前我市共有道路施工建筑十二处 其中五处已经完工 四处刚刚开始挖掘 现在只有城府路 徐汇路 还有大滑路 现在属于道路施工中期 路面应该有个厘清 大滑路 第二位死者的冯彦平的公司 是不是在大滑路附近 对 我上次就是在那儿 差一点踩到了厘清 厘清和杀人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崔洪如被杀现场 刘悠的脚印上采集到了厘清 而在前一位死者冯彦平的公司旁边 也有厘清 这应该不是一种枪杂 这的确很难把它当成人杀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三位死者都是被电机枪击入后 被杀害的 而他们身边的人都有完美的 不在现场的证据 可是现在 在第三位死者 崔洪如的死亡现场 发现了第二位死者 冯彦平公司附近 无论理性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 假设 冯彦平身边的人 去杀了崔洪如 作为交换 崔洪如身边的人就杀了李文景他 李文景身边的人就杀了李文景他 那么凶手就有了完美的 不在现场的证据 交换杀人 没错 这样才可以解释三个嫌疑人 为什么没有在现场 与李文景结仇的是女性 而杀死冯彦平的 正好是一个女性 与冯彦平结仇的是男性 杀死崔洪如的正好是男性 不会这么巧吧队长 难道三个凶手之间互相认识 不管任不认识 他们之间一定有 传递消息的渠道 我和杀一下 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根据事件结果 怀疑这三个人 是使用同一款 同一型号的电击枪 如果说是这三个凶手不一样 为什么会使用同一款的电击枪 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 击鼓闯话 就是说 这个花传到谁的手里 是必要去做一件事情 没错 这把电击枪 肯定在他们当中传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就一定有一个人 在背后组织这一切 问题的核心就在这 是谁 把他们互相联系到一块的 关注射助 好苦啊 苦了是吗 我看你太困了 我特意叫他加点农咖啡 也是 熬了一夜还真有点累 你说咱们俩在这儿 盯林绍峰盯了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能耐有什么线索 崔洪如刚死没多久 林绍峰肯定要替那个 帮他杀了崔洪如的人 做点什么 陈队让我们坚持他 也是希望 我们能够掌握他的犯罪证据 谢谢你 请 王经理啊 真是感谢你的配合啊 不用客气 即使配合警察工作 也是我们市民应尽的义务 再说啊 我们也希望你们尽快地 抓住凶手 让死者也安息啊 来 我送送你们 那两个警察他们要走了 他们又来公司问情况 刚才还问我 最近几天下班的时间 都在干什么 他们也问我了 林瑶 他们问你什么 还不是那些跟你们一样吗 都来好几回了 不会是怀疑杀李总的人 是咱们公司的吧 你别吓人好不好 别说了 快工作吧 小心王经理回来看见 这次收获不小啊 冯阳平死的那个晚上 被李文君飞里过的几个女职员 都没有时间证人 也不知道刘妍现在怎么样了 是刘妍 我怎么办啊 你也不能总躲着 喂 刘妍 我们昨天问完她话 她就回去了呀 她没告诉你吗 那时间还早 她应该还没醒 醒了以后就应该开机了吧 你别太担心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了 说得挺好的 你这样对她来说不但是一种安慰 而且也没暴露我们的计划 这个林少峰 也不知道 陈队在冯阴平的公司 有没有什么收获 回去就知道了 其实我们警察的生活蛮单调的 平时就是破破案子 你说平时想出去玩都没时间 不过我们队里的人 喜欢玩一些游戏 特别网络游戏 对啊 那你平时爱玩吗 网游啊 嗯 不太玩 那你平时都玩些什么 平时 没事的时候 有些和同事一块吃吃饭 唱唱歌什么的 那上周五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 你去唱歌了吗 周五晚上十一点 那天没有 那天应该是在家呢 那怎么不出去啊 我那天下班以后 大概我都挺累的 就各自回家了 你一个人在家 对 我一个人 还没找女朋友呢 租的房子 租的 妈妈这七个房子那么贵 真是的 压力是挺大的 警官 你们是不是还在调查冯主管的事啊 冯主管死的那天晚上啊 我和同事去吃饭 然后又唱歌下来 你们不是都已经查过了吗 对 是查过的 就跟你聊聊 我跟你说 有证捞忙吗 对 咱croow 来 吓一跳啊 小剑 玩什么呢 电击枪 吴克 这怎么就一个开关呢 打不开啊 那红钮啊 你就发 对 收这红钮 对啊 亮了 你看 你是队长那弄弄行不行 你看 别 太吓人了 这个 704 704 704A 冯彦平公司有三个人 没有不在场证明 特别是那个叫刘新亮的 他一直很巧妙地 避开我们的话题 是啊 避开迷章啊 希望我们的判断方向就可以了 王军那边你汇报了吗 汇报了 怎么说 四个字 小心求证 都十二点 这家伙还拉着窗帘 还挺不睡的 谁啊 从发地打 您好先生 您的快递请签收一下 跟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听您的快递请 你可不可 要不我去买点吃的吧 我去吧 没讲话出来的 我去哪儿了 跟上就知道了 我去跟着她 小倩 小心点 我知道了 没电话 就是 觉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ТРЕВОЖНАЯ МУЗЫ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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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РЕВОЖНАЯ МУЗЫКА